不管什么事 他都是满口答应 然后不做 真的让我很恼火 他总是把所有事都规划得很好 可这样真的让人很累 我现在就想问他 他答应我的一切 到底能不能做的 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意愿 可他还是不满意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陈先生27岁来自重庆吉他手 有请 罗女十二十四岁 来自重庆又叫 有请 欢迎两位 男朋友是吧 对 听说特酷 话特少 是吗 是的 不喜欢说话 性格就这样 就酷酷的是吧 也没有 就是跟不熟的人不太喜欢说 这麻烦了 我们俩是多么的生啊 这刚见第一面 今天麻烦了 我问你女朋友 你不介意吧 没事不介意 就是来干嘛呀 她每次答应我的事 答应得好好的 可结果呢 她答应我的事 没有哪件事做到的 说了不算 对 哪些事她承诺你而不做呢 就我们才认识那会儿嘛 那时候我才上大学 然后跟我朋友一起出去玩 参加了一个音乐节 咱俩就算认识了嘛 然后后面我就加了她微信 然后迄今也出去玩过几次 可能她也感受到 我就会对她有好感 后面我们俩就自然而然走到一起了 嗯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俩人在一起 真的很开心 但是到后面 大学毕业了之后 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让我觉得我们俩存在 这样很大的问题 哦 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就是说 希望我找一个那种工作稳定的 嗯 但她那个乐队的工作 我的爸爸妈妈肯定不能接受呀 因为她觉得那样的工作 就是不怎么无正业 而且肯定也不怎么稳定 玩音乐就是正业是吧 嗯 啊 是啊 我怎么觉得你自己都含糊呢 没有 但是 不挣钱也是真的 后来我就跟爸爸妈妈 我就看了一下他们口风 我就没说是我男朋友 我就说 那我闺蜜啊 她有一个男朋友 她是搞艺术的 我说 他们俩在一起多幸福多幸福 我妈当然就说 那别人家闺女我管不着 你是我闺女 你要找这样的 你别回他家 哎 你妈早知道 说的是你自己 知道吧 然后呢 从那以后我就 肯定不敢跟她提了呀 啊 但是 慢慢的出来上班了 爸爸妈妈就觉得说 你现在失业又起步了 那你感情这些问题啊 肯定得考虑 就给我 想给我长种对象嘛 啊 但我有男朋友啊 我又不敢跟他们讲 所以我就 那我男朋友说 那要不看一下 你反正做这个 做这么多年 也没有多大的起色 然后咱们就换一个 稳定的工作 哦 答应你了吗 他当然答应的好好的 答应没 他说那行 答应了呀 换没 但是 找工作这个事 我也感觉是得慢慢来 你急不来呀 急不来 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 啊 这一时半会儿有多久了丫头 我每次 我问她 我说 哎你那个简 你发出去了吗 但是我看她那个邮箱里面 她压根就没发过 我就觉得她那个心思 就没有想过要去找 啊 真想去找还是 应付一下 也是 真的想找 但是那阵子也忙 事情也比较多 想着慢慢来嘛 找一个自个能合适的 什么样的工作 合适你呢 有编制的吧 有编制的 哎 那不都得考吗 是啊 好 可你这个慢慢 慢了多久呀 而且 后来我不是 还脱关系 我找我朋友 我就想了说 那我给你找一个 给你这个音乐相关的 我也不影响你 这个搞乐队这些呀 我好不容易给你找的 人家说你直接不用面试 就可以去了 那你去了吗 太忙了 有事情耽搁 你看嘛 你当时也是给我答应的好好 你总是这个样子 你答应的事情 你从来没有做 行 听明白了 就在工作上面 他答应你而不去做 对吧 还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呢 不光是这些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 也比较乖嘛 平常你也知道 我听我爸爸妈妈的话 然后 我从小 我就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 我可能晚上九点钟 我就睡了 然后早上六点钟我就起 我就想着 他以前他就经常熬夜 对他身体不太好 我说那早点睡 你也跟我一起 早睡早起 他当时也是说 那行 那我就跟着你一起 早睡早起 可结果呢 你自己说你在干嘛 那我早睡了 睡不着 就开始忙我自己的事情 可是你答应了我了呀 对呀 但我早上也陪你一块起来 送你去上班了呀 你 你送我去上班 是的 的确你送我去上班 那可是我午休的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 我听你那声音 我都知道 你又回去睡觉去了 太空了吗 回去补隔教啊 你看你这个事情 你又没有做到 还有 你去外面玩 那你去外面玩 我给你打电话 发消息你都不回我 你也不告诉我 你到底去哪了 你也答应我不跟他们去玩呀 那你们还是出去玩了呀 你所有所有的事情 你都答应我 但你真的 你没有哪件事情 让我觉得说 你答应了 你能做到的 这是女生的改造计划啊 要把一个吉他手改造成一个 很稳定的公职人员 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 后来你还去看过他的现场吗 去过呀 但说到他现场 我每次也觉得很生气 他总是忙他自己的事情 就把我一个人酿在那 还有一次会严重的就是 我去的那个现场 他忙完了哈 他就跟那些工作人员都走了 就我一个人在这 晚上呢 我自己一个人打着回去的 我给他发消息 打电话 他也不接 那是因为演出完了之后 我忙着收东西 然后晚上主办方喊吃饭 当时我以为你是跟着的 你让我坐在那等你啊 我到那儿等你啊 你让我坐在那儿等你啊 我就在那儿等你 等你那么久 结果等我 发现你不见的时候 我问旁边的人 他说你们早就走了呀 吃饭去了 后来还是我一个人回去的 你晚上回来也是什么都不跟我说 那我看你都到家了呀 你这么大一个人 你也走不丢啊 那合着我 你你就 你就觉得我没那么重要是吧 没有啊 我就觉得你做这些事 你压根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根本就不在意我 在意 你哪里在意了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从来都没有做到 你只是说的好听 姑娘已经开始委屈了 跟偶像谈恋爱累吗 挺累的 小迷妹是吧 就喜欢她这劲儿是吧 是吧 但是相处久了 你会发现 很多事情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呀 是啊 这就是生活呀 她还有什么答应你的事没做 她过年不是回去了吗 啊 结果 回哪儿 也是 她回他们家那边了 哦 她就回那个南州了 她说回去忙她的事情 结果呢 我早上给你发消息 你到晚上你都不回我 我问你 你在干嘛 你自己说你在干嘛 在忙啊 在忙自己的事呀 你忙啥事呀 就忙工作的事啊 那你忙什么工作呢 就做生意呀 你看嘛 她就是这个样子 你每次不管问她什么东西 她都是 你问她啥 她就说一句 就像挤牙膏一样 你得用多大的劲儿来挤 才挤得出来呀 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知道她回家到底干嘛去了 就回了多久啊 快一连 回老家干嘛去了呀 我回去 过年的阵子回去 那之后也 我想回也回不来呀 都出不了门呀 那在家干嘛呢 在家 做点事情 啥事 就 做点生意啥了 啥买卖呀 还要保密 那你倒是说呀 主持人你看她嘛 我跟她在一起 这么久 我问她 这一天她都不告诉我 你看你都这样问她 她都不可以说 不是你的问题吗 姑娘 就这种人我见了 我拍屁股我就走了 我干嘛呢 我 我图什么呢 我 她不想跟我交流 我也不愿意跟她交流嘛 人不就这样的嘛 你就这么忍着 我也 我有时候真的没办法跟她沟通 啊 那你做了些什么呢 有没有实际行动啊 比如说我们分手 比如打个电话 吓唬吓唬她 我就想着说 你肯定能发现我生气了吧 可是你呢 那你一生气你就给我拉黑啊 我给你拉黑为啥呀 你不知道我生气了吗 知道啊 那你怎么不来哄我呀 那你把我拉黑了呀 那你可以打电话呀 那我又不想吵架 我想等你消气 可是我想听就想听你解释呢 你拉黑了我也找不着啊 你可以有其他办法来找我呀 你可以当面跟我讲呀 那我之后不是来了吗 你 你那是来了 你是来看我的吗 你回来就忙你那些工作 你把工作忙完了 去见你的朋友 你最后才来找我 你那是来看我的吗 啥意思 是她回了兰州之后 你把她拉黑了 就没联系了 然后她又回重庆了 是这意思吗 是 哦 来看你来了 她不是来看我的 哦 她就是去看片的工作 看她那些朋友 她最后想起我了 她才来 你怎么知道 她是想起你才来的呢 我看她发的朋友圈呢呀 那你想我 回来看你在顺便忙的事 那一样的呀 那不一样啊 我每次给你打电话 我说我想你的时候 你来了吗 你没有来 那最后不是来了吗 可这不一样啊 你不是珍惜 想来看我的呀 我身边的时候 你也没有来找我呀 你回重庆多久去看着她 大概来了两三回吧 不是我 哦就是 回兰州期间再到重庆 去过两三回是吗 哎 都没看她 看了 就我 那你是第一时间去看她 还是先忙完事 然后再去的 都有 那你这就不是真实 想来看我的 哎 你跟她还有更未来的 更长远的考虑吗 有啊 因为我是一个 很有计划的人 但是她做了这些事情 她答应我的所有事情 让我看不到未来 你对你的未来 就没有规划吗 你有计划过将来吗 那顺其自然都不好呀 你什么事情 都有一个计划 计划也多累呀 而且你计划也赶不上个变化 你看嘛 你要么就是答应我的事情不做 要么你就是用这样的借口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我真的感觉 我跟你沟通不了 我今天我来这儿 我就要跟你做一个鸟断 要么你就跟我回重庆 你就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要么咱们今天在这儿分手 那要回呀 我说我事情那边的忙完 差不多了我就回来 那你什么时候忙得差不多呢 你能给我个缺借的信吗 你能给一个缺借的信吗 她是现在还在兰州是吗 对 姑娘的意思说 要不然回重庆咱好好谈恋 好好找工作 要不然咱就分手是吧 我也不管你了 是这意思吗 是 你在兰州忙什么国际化的秘密大买卖 就如此之秘密机密 都到这儿呢 你那还不说 我这儿更不能说了 那机密买卖哪能在这儿说呀 帮忙做 做点生意 啥生意啊 卖内衣 啊 卖内衣 卖内衣 女士内衣还是男士内衣 都有 卖内衣不是挺好意买卖吗 这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呢 感觉 哎 要卖到啥时候啊 我现在那边也刚开始 就想着说稍微稳定一点 那你回兰州去做买卖的时候 你没考虑说我重庆还有一个女朋友 还是一个想跟我结婚的女友吗 考虑了呀 那你跟他说过吗 我跟他说过 我说我先在兰州这边坐 等我坐差不多了 我就回来了 可能也是时间有点久 他等的有点着急 但是你这去了之后 为什么不跟人联系呢 太忙了 这卖内衣能有多忙的 要24小时卖吗 哎呀 就想着白天我忙完了 晚上可能他睡觉了 我也想着不再 不把他吵醒 不是您开一什么店呀 到有人晚上睡觉的时候 才关门呢 还有网店的这种性质 哦 还有网店 你得天天守在往前做售后是吗 哎 啊 对 哎 对 那您这个吉他也撂下了呗 没撂啊 边卖边练 哎对啊 有练吉他那时间 怎么就不能跟他联系呢 你现在真的你让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的爱 你把所有的事情你都把我放在最后面 你答应我的哪件事情你做到了的 我真的没办法跟你沟通 哎 姑娘这问题特好哎 姑娘说她感觉不到你的爱 你还爱她吗 哎呀 你确定吗 确定 那你是爱吉他还是爱她 都爱呀 都爱呀 都爱就天天抱着吉他 十天半个月不给他一个电话 叫都爱呀 我没有说 现在肯定内衣排第一 吉他排第二 朋友排第三 他能排老几啊 我没有位置 你还好意思说 没有位置你还跟他在这纠结 还等他给你答案 回不回重庆 这怎么回事 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小伙子 喜欢呀 啊 喜欢你想不想跟他有未来 想啊 啊 想就是想想是吧 这姑娘要跟你分手了 我看你也会这样对吧 啊 就是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 我想啊 我忙啊 我心里有你啊 骗谁呢你 你特相信吧 我不相信 我看你相信了挺真的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他说的话了 我看你挺相信的 你现在只要他说 我还要跟你在一起 我看你还会飞蛾扑火的 对吧 你确定你不会啊 嗯 你确定吗 确定 一会儿别出来了啊 能做到吗 哈哈 哈哈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刚才吃饭了没有 呃吃了 这怎么这么有气无力呢 弹吉他是很激情的一个爱好 把这种激情拿出来 确实 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女生 有的女生喜欢弹吉他的男人 因为他有诗意 有的女生喜欢弹棉花的男人 因为他有效应 诗意很高雅 问题是这个诗意 他不能当贩子 我们要生存 要生活 你刚才说顺其自然 是的 我们人生有些方面要顺其自然 但是 你的顺其自然 很显然 是随性而为 现在像你这样的年龄 需要的是尽力而为 不是随性而为 因为你刚刚踏上社会 而且你有爱好 这非常好 这更要去找一份 适合自己的工作 而且我认为 应该向着音乐靠拢 找一份和音乐相关的工作 你看我们现场的音效老师 他的工作是不是跟音乐有关啊 人家不是也是很辛勤的 赚一份工资 然后又有自己音乐的梦想 兴趣爱好啊 只要自己努力主动去找工作 这不难的 最后一句话 工作你不能 给他去预设 一定要机关事业单位等等 只要他能够适应 能够养活自己 展望未来就可以了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杨老师 男生 你话很少啊 你是把你的热情和能量都书放在你的音乐上了吗 差不多吧 我看你也没有 你现在处于一个根本 对生活没有规划 对爱情没有期待 谎话连篇 这样一个状态 你哪句话对他说的是实话呀 你都没有真诚地在说话 如果你对和这个女生在一起的生活 不抱有信心 你认为这个女生在你心中的分量已经没有那么重 你不再那么喜欢他 你不再期待和他在一起的爱情 你为什么不说呀 你这么拖着 拖垮了他 对你有好处吗 你想在你的老家过安逸的小日子 你想玩你的音乐还是卖你的内衣 别人都不干预 那你就放过他呀 你过你想要过的生活不就好了吗 你勇敢地面对他呀 你告诉他呀 我跟你过不了了 那我也能给你点个赞 就算你现在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人生方向 至少你没有去伤害别人 没有拖着 女生我觉得你真的是糊涂啊 你以为她是在犹豫 你以为她是不听你的话 你以为她是爱你 但是或者是工作 或者等等其他的牵绊吗 她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了呀 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不愿意面对呢 一个正常的男孩子在爱情当中 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女朋友吗 你很清楚不会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的事 你也没有那么爱他 你只是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家人都说绝对不能找这样的男生 但是我为了爱情 我接纳你 我还帮你找工作 我这么努力 我这么用心经营这份情感了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是在较劲 你是在出不了这口气 如果你是爱他的 你可能原先就会支持他的音乐梦想 你可能不会逼他 从一个偏艺术的状态 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所以你也没有那么爱他 也放下自己的较劲 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 你爱稳定的男生 你就找一个稳定工作人 有安稳工作人 多了去了 怎么就飞在他这儿 找平衡呢 所以我觉得你要放松自己 放过自己 你自然会遇到适合自己的那一个 谢谢阳老师 许总 女生是为她的才华所吸引的 是 能担饭吃吗 我现在觉得不冷 其实你这种转变就很正常 通常在校园里面 你某一点特质 优势 我喜欢上了 我就会爱上了 但其实等你步入社会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需求是多元化的 你的需求会转变 你要面临现实的日子 你愿意面临了 但是他还活在 他那个自我营造出来的 精彩的世界里 我在试图理解 他为什么不想跟你说 他在兰州做什么 那是因为 他不想让你了解他更多 他不想让你了解到 他内心的那种虚弱 你不敢面对现实 你不敢面对它 因为你始终是在逃避 我在兰州做点事 做点生意 我还以为 你是在为你的音乐梦想 在打拼的 其实不是 是在做另外一个行当 你自己也没有多热爱你的兴趣 你自己也知道 他不可能作为你的事业 因为你上台的时候 悄悄地说 不挣钱 你很虚弱 但是你不敢把你这份虚弱 展现给他看 你不敢去真正地面对自己 和你们两个人的日子 这种情况是过不下去的 如果你真是面对生活 就是这样懒懒散散 没有追求 没有目标 我看你跟你对话 我特别累 我觉得你的表情就让我困乏 你这种状态 别说在感情里了 生活我觉得你都无法振作起来 早八点到晚八点的事业 如果你真真正正是在做一件事的话 不可能是这种状态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认识到 你自己很虚弱的 你需要自己强大起来 同时有一个愿意陪你 愿意帮你的人 你要去接纳他 否则你会沉沦下去的 如果他是还是有状态的话 离开他 因为跟他在一起 你不可能到积极阳光的影响 反而把自己拖落下去 好不好 就这样 谢谢全面 宁娜老师 他以后是不是这个状态 你都应该离开他 因为你在逼迫一个男孩 快速地变成你期待的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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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